我們通常一個空間都會去做天花板 那當我們要做天花板的時候 我們的樓板油漆為什麼要做呢 你的時候如果做天花板 其實就已經把上面的包覆起來了 對對對 你都包覆起來 第一個建上做完 做完也不是漂亮的啦 然後再來就是你本來就要做天花 那我們為什麼不把樓板油漆這一塊把它退掉 因為這一塊退掉也幾千塊 衣櫃後面為什麼要有油漆 對耶 這個整個空間下來省很多 所以不該油漆的地方其實是給建廠說 這個地方不用油漆 其實這樣漢不浪漫曬幾千塊幾千塊這樣 對對對 如果漢不浪漫全部加起來 其實省到三萬多就好了 嗨歡迎收看房式的房式 今天我們要延續上一集的內容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在客店的時候 有哪些眉眉高高是可以讓你省錢的 還有哪些東西呢 是建廠可能在這個中間的一些眉高 可以來賺你的錢 那其實你是可以避掉的 所以今天要來教大家怎麼樣省錢 那我們今天一樣請到俊宇哥 因為他有十幾年的這個經驗 所以呢 他有很多的這個案例 還有跟一些經驗談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今天教你如何省錢 今天看千頁的頻道有福了 為什麼 因為十幾年的經驗 再加上我們整個去年度就客變了四十間的這些經驗 可以讓你省下 真的最少一二十萬以上的費 可以喔 那我們首先先講格局好了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在客變的時候沒有去把它客變好 差了十公分可以塞得下一個衣櫃 那你一定要客變 對 可是如果沒去客變的話 你要把牆拆掉 再氣牆 抹平 油漆 這一些 漢不浪浪加起來 一定破十萬 再來第二點就是我們講的水電的部分 那水電這個東西就是說 當我們今天希望建廠的回路 用電安全 一條線到底 而不用二次施工再去把它做起來 這一些不是建廠賺 也不是設計師賺 是因為不知道 所以我們又要去花第二次的錢去做這件事 這樣平均下來就可以省個 三到五萬一定沒問題 那再來就是最重要的 我們通常一個空間都會去做天花板 那當我們要做天花板的時候 我們的樓板油漆為什麼要做 你的時候如果做天花板 其實就已經把上面的包覆起來 對對對 你都包覆起來 第一個建廠做完也不是漂亮的啦 然後再來就是你本來就要做天花 那我們為什麼不把樓板油漆這一塊把它退掉 因為這一塊退掉也幾千塊 應該是說民眾基本上 不會知道原來這個可以退 對這個大部分都不知道可以退 再來另外一個可以退的就是說 當我們今天格局配置出來 剛剛有提到要做衣櫃的部分 你衣櫃後面 為什麼要有油漆 對耶 對 這個整個空間下來省很多 所以不該油漆的地方其實是可以建廠說 我這個地方不用油漆 其實這樣漢不浪浪曬幾千塊幾千塊這樣 對對對 如果漢不浪全部加起來其實省到上萬就有可能 那接下來就是踢腳板的部分 其實現在的設計案啊 比較新穎的設計案 所有的風格裡面很少會用到踢腳板 就算我會用到我也不會用建商的踢腳板 所以踢腳板也是可以去做退掉的 哦 對 因為流那個也是沒有用的 再來就是說現在的人都是使用5G的時代 用網路 你現在會在家裡簽電話嗎 應該不會吧 應該很少大家用手機吧 對對對 所以 房間建商一定都會在各個空間都會配網路 跟配電話 對 你可以把這兩個退掉 整個空間我們只要留兩個網路點就好 第一個是電視櫃空間 第二個看哪一個臥室去留一個網路點 因為現在都是叫外販 那這樣可以省下來也是將近一萬塊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對講機 大家覺得對講機好像沒什麼對不對 可是當你今天對講機要移位 因為設計要移位的時候 你沒有在課片把它做掉 你知道當你交屋的時候 你一定要請建商的對講機廠商來移位 你不管移時公分義務公分 八千到一萬 因為其實很多現在對講機 他可能不見得會坐在門口 有的人喜歡坐在客廳那邊 因為才不用你知道一有外送來幹嘛 還要跑到門口去很麻煩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蠻多人會選擇 把對講機坐在那個客廳的旁邊 對對對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要換位置是可以換的 可以在課片的時候就可以把它換掉 再來就是很多時候 像剛剛有提到一些什麼回路啊 或者是要增加插座這些 其實建商也可以幫你做 但是這價格 大家還是要稍微比較一下 這一點主要是這樣 我曾經課片過一些案例 那建案是這樣 其實現在的建案已經慢慢的不希望業主去做課片 所以當他今天在報他的回路的價格的時候 或者插座的價格的時候 會落差到一倍到兩倍 因為當我開這個價格出來 你要不要課片就看你自己 所以當你今天在評估這個的時候 可以跟設計師來討論 設計師公司報的插座一個多少錢 那建商他一個多少錢 那到底是現在要給建商做 還是之後設計師自己做掉 其實這個省下來是非常多 我曾經因為水電建商他報出來 有20幾萬 課編費20幾萬 水電而已 其實你們自己做大概才多少錢 一定是三分之一或一半 這就會顯現 建商有多趕翹 沒有啦 其實建商是這樣 建商他希望他在蓋房子 大家都一提款好蓋 那你經A戶課變這樣 B戶課變這樣 對他來說他也是蠻困難的 所以現在的建商 越大越知名的建商 現在已經慢慢的趨勢不讓你去做課別 是因為這些原因 但就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有些這個價格上是可能有一些落差的 所以要看一下說 建商有可能在這個時候 是可以在二次賺你錢的 這些小細節都要多注意 那我們大概來算一下 就如果剛剛以上講的 你在課邊的時候都有做好 那大概可以幫大家省了多少錢 第一個呢 光是格局 隨便電動 就是你說 十公分幾公分 只要有一拆掉牆 隨隨便便一定都十萬起跳 再來就是水電 可能平均啦 可以省下大概三到五萬 再來呢 樓板的油漆啊 一面牆大概也是幾千塊幾千塊這樣算 對 所以這樣子如果是 櫃體後方 或者是樓板的這些油漆退掉 也是大概三千到五千 應該這一些費用樓板全部扣下來可以省一兩萬 已經用一兩萬了 再來踢腳板呢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大家都會 像找你們設計 其實有很多什麼北歐風啊 各種風格 其實應該都很少看到 踢腳板這個東西 對 因為感覺就是 比較舊式的方式 會把媽媽會洗 才會在用的 所以其實 現在年輕人應該也不太會用這個東西 對 所以踢腳板的話 可能也省個五千塊左右 對 再來就是 配張的時候 網路跟電話 所以這些線 哈姆朗當你大概也在省一萬 對 然後呢 冷氣的排水管 這些是不是有一些那個 冷氣排水管 當建商它設定給你 譬如說它高度在180 可是我們冷氣 剛剛之前有提到 不可能裝這麼低 我們一定會裝到 超過兩米的空間 200公分以上 那我們在客邊的時候 隨便一個空間 隨便一個居家 大概就上房到四房 對 那一個管路 如果第二次再讓冷氣 來改排水管 然後再改打上去的話 隨便一點都是在兩千塊左右 好 那我們就算假設是四個位置好了 因為兩房嘛 客廳嘛 餐廳區域之類的 就算四個位置 大概又可以再省了八千 到一萬塊 然後最後對講機的位置 也是剛剛講 至少都是八千七跳 對 這樣哈姆朗當 就能幫大家省了多少錢 這是你的十幾年的經驗 對 Spaß 擅長 你 摩擺 مش